你看我跟你说 稍微有点紧 王哥总这种喜感 真是我 紧不紧那也没办法了 走吧 来 啊没事吧 哈哈哈哈 我怕我怕撞到你的那个 你只是撞到了我的头盔 我已经撞到等一下我测一遍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有这个环节把你感受的都说了哈哈哈哈哈你别笑我还能绷住一下你 我会我会尽量慢一点 一边芒果啊 对 没熟 拿我一道明天早上早餐 哈哈哈哈 拿一个回去二十一天之后再吃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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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戴俩头盔 你不觉得画面 肯定有趣搞笑的 特别搞笑 不用想象 我们都看见了 还不如取下来算了 能摘下头盔 有机会再重聊一点 可以 记得词 还算是挺开心的 就好像已经 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 就是什么都没想 对方都很尊重 对方的去 好好感受这场约会 然后好好去沟通聊天这样子 让我抗拒一下自己的表情 好热的 好开心 对 王震 跟叔叔 一定是 我觉得我还是很开放的 因为刚刚第一次大家去 这种随机会 我也不会觉得说一定希望谁 我做好了事 可以四个人中 任意一个人的准备 我好像已经迟到了 来了 叔叔 叔叔 王震 太好了 真不错 他肯定好惊喜 他是想看王震 森林客套 他没看见他 不要激动 会看见的 是那儿吗 是那儿吗 你好 我没找到 见到他那一刻我就惊呆了 他就完全失去了表情管理 因为我昨天刚看完他朋友圈 我觉得不可能这么小 第一天约会就跟他约 还挺期待的吧 一直到很久了吗 还好 刚刚到 我还以为我迟到很久了 没事了 堵车歪歪走这次 还好 我们现在要干嘛 不知道随意转着吧 好的 我都没想到 今天是你来这儿 因为我来这儿路上 感觉这都是这种户外 然后早上看你穿的就 不像户外的 对 以为你要去那种 你穿的也不是户外的 就还挺休闲的 休闲点 苏苏主动开话题 对 估计晚上也自己反思过了 不能再被自己挨住了 对 你知道今天是跟我 约会吗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对啊 你有提前知道吗 我肯定也不知道 这不是他们两个排的吗 我可能觉得我话太少了 找一个话多了 让我会很尴尬 是吗 我算话多了吗 算吧 因为你什么话都能接得住 我只是怕 但是尴尬的时间 我也觉得挺好玩的 上面有那个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 理想就是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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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也可以不尝试 我觉得 不一定非要试吧 或者它可以 两个人的吗 或者是 坐后面可以 两个人应该 可以坐就是很挤 对 那就挤起来 就是要两个人坐 这种就是要挤 我可以自己先试一下吗 对对对 为了安全起见 你去拍把他甩出去吧 对对对对 我先试一下 还可以 还自己先试一下 那危险不危险 很简单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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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掌握了 你要试一下吗 我试一下吧 但我爬我不行 包 刚才那个 他想给他拿包来的 嗯 对对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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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转 先转方向吧 然后再推油门吧 好了 你管不过去了 你转过去了 我又不动了 不敢了一下 来 你来 大座一个车 可以 他今天有变化 整个状态 苏苏 主动很多 大座一个车 可以 那可能会有点挤 这要先试一下吧 我们来吧 那我好像没有脚放了 啊大座啊 没有地方放脚 好了好了可以 可以啊 不会抽下钱牙是不是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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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是老自己 我觉得独处好像比较适合苏苏 对 就他两个人 人少一点 他好像更容易表现自己 对 就直接来一圈 怎么要带头盔要带护具 要带头盔 要带头盔 还行 嗯 我相信是不是很搞笑 不会啊 你有像像卡通人物那种 等一下你也会像的 放心吧 我可能会更奇怪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 但我的头很大 我怕其实那个根本就带不进去去 你看我跟你说 哈哈哈 稍微有点紧 哈哈哈哈 王哥做这种喜感 真是我想 哈哈哈 紧不紧呢也没办法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 啊 啊 没事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怕我怕撞到你的那个 撞到你 你其实撞到了我的头盔 我一直撞到 等一下我测一遍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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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哈哈哈 怎么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环节 把你该说的都说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别笑我 还能绷住一下你 哈哈哈 我会我会尽量慢一点 我会尽量慢一点 哦 这是芒果啊 对 没熟 拿我一张明天早日早餐 哈哈哈哈 哈哈 拿一个回去二十一天之后再吃 哈哈 哎呦不疼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邓山确实是很陡 但是他骑舞在后边 我就没有感觉特别害怕 然后如果是今天跟其他男生约会 可能我就自己骑车上去 啊 哦 哦 游戏 还挺舒服的 我看你在这做了你教我 我一回头你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放心 是 那一刻还是让我有点 哎 就有点不一样的感受呢 他可能我感觉人多的时候会拘谨一点 然后人少的时候可能会更放松一些 就是更 逐渐的揭开真实的一面的过程 我是要休息一下吗 哇稍微休息一下啊 啊小心 看你刚刚没看到的风景 哇蛮多山的还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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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是真有点包袱 他就是不摘头盔啊 对 他是因为卡 哈哈哈 你又没有考虑过他真的是因为太卡 你看看那两个肉挤呢 哈哈哈 他在脱下我怕他鼻子都飞了我跟你说 哈哈哈 他就这样一直不摘也挺奇怪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尴尬时刻是吧 嗯 尴尬时刻是吧 嗯 尴尬时刻是吧 尴尬时刻是吧 嗯 没关系 那问个更尴尬的问题吧 哦 好吗 可以啊 哈哈 你再看谁碰一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可以不用直接回答啊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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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昨天跟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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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你看苏苏那个小表情 嗯 嗯 小眼神 对就是你在说 是 我喜欢 这种 直白一点 嗯 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 嗯 加分是吗 嗯 那你呢 我啊 你看着谁了 我看着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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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这么多人了吗 嗯 嗯 我看着你 哈哈哈 哦 哦 啊 开心了 嗯 是不是 我拍的就是那个 门口那条 门口那条路 我的内容就写的 自己想写的 就是比如说好像生命中 生命中碰到的都是浪漫吧 就可能 我觉得还是 会这种 顺其自然的心态 然后 遇到的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样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嗯 感恩现在 嗯 那你喜欢海边多一点还是 山啊 山多一点 我其实都喜欢就是这种 比较空旷的 比如沙漠啊 那种山上的 嗯 就你有抓过很多地方 在国内 嗯 其实都是工作 需要去的 哦 哦 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全年都不用都 我一来负责 没有 很多时间去感受 我的地方 就只是去过 知道 看过 理解 所以平时就 话 更少 就本来话就不多 嗯 因为很多话的内容 已经在工作中说完了 就是全说完了 对 我在想象我们现在的画面 然后戴头盔 你知道吗 然后在这儿聊 聊到很深沉 然后聊着 戴俩头盔 你不觉得画面肯定挺搞笑的 你知道吗 特别搞笑 不用想象 我们都看见了 还不如取下来算了 那摘下头盔 有机会再重聊一点 对 对 可以可以可以 记得词 记得词 还算是挺开心的吧 就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 就是什么都没想 对方都很尊重对方的去 好好感受这场约会 然后好好去沟通聊天这样子 嗯 待会控制一下自己的表情 哈哈哈哈 哈哈 超乐的 好开心啊 对 吃饱了 走开 黑森林 男人 女人 男人 女人 随一把我们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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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去 你知道為啥我昨天看了你朋友去玩嗎 是因為你在解答題的時候 就你還挺喜歡跟 就是對方去聊一些工作障礙 你心裡的他最近情緒低落 然後說加班到凌晨好累 你會怎麼回覆呢 認同他的話 再問一下想不想聊一下工作的事 因為我其實會比較願意跟對方聊一些 比如說工作上的事 就是如果有疑惑 或者有什麼東西的話 我會去聊聊 給點有用沒用的建議這樣子 他很在意這件事情 也是因為這題嗎 對 在聽你解這個題的時候我就在想 然後我想這不是應該加分的嗎 我也以為是 對啊 我就其實覺得 就這個是更深層次 大家可以去播通的事情 是 因為不是可能 所有的另一半都會聊到 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對 就其實我會 我是會覺得就是 因為像你昨天講 就是可能呢 比如很相愛的兩個人 可能做不到朋友 嗯 他也聽進去他說的話 嗯 但是還是可以 平靜地溝通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那關係就是這樣 比如說 在一起的話 就兩個人可能很好在一起 然後如果是 雙方都決定 不合適要分開 那就好好分開這樣 那你會覺得 那你會覺得什麼樣子的是 算不合適 不合適 有很多種吧 就可能比如說 嗯 性格上 就大家相處起來 如果雙方都覺得不舒服 那應該給我知道 就覺得很內好 然後覺得很費力 那可能還有 嗯 價值觀上 還有我覺得就是 對未來的規劃吧 就起碼是他趨同趨同的這種 就就這樣 挺合適的 那你覺得不合適的人 他可以磨合到合適嗎 就不是不能 就感覺是小概率世界 對 你有遇到過這種不合適性格的嗎 有吧 然後呢 對方可能 嘗試著改變 但其實是他不想改變的樣子吧 就是 對 然後最終可能對方 會覺得 自己也很委屈 明明我為你改變了 付出了很多 但是你又感受不到 然後我也很委屈 對 改變的點不是我要的 對 所以我也不想讓你改變 那實際上你不是合適的那個 對 所以後來我就總結了 就是真的是 就需求匹配很重要 就選擇大於努力吧 再努力可能不合適就很難 越努力越不合適 就是今天吃飯的時候 其實有問到他一個 我還挺在意的一個問題吧 想知道他是怎麼理解 或者怎麼想的 就他也會認為可能 如果是價值觀 兩個人有一點點偏差的話 可能有一些調整的空間吧 如果是性格上 兩個人完全不合適的話 就很難通過磨合去讓這段感情 繼續地走下去吧 我覺得這樣就是我認為的 就是大家逐步在加深了解的過程 就比如說價值觀方面 會有一些相同的東西 甚至一些感情觀的東西 都還蠻多相似 老王來了 老王看誰 蘇蘇吧 緊張的糖都要碎掉了 感恩今天了老王 你還想怎麼樣 是 蘇蘇 會比我想像的更容易親近更真實 你這樣的話我很難做了 他可能我感覺人多的時候會拒絕一點 然後人少的時候可能會更放鬆一些 就是更逐漸地揭開真實的一面的過程 今天的 哈哈哈哈 跟年輕人 這個梗不一樣嗎 應該 OK 這表情好沉重 我懂了 我懂了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想了解的 想接觸的 一個這樣子的對象 那我就不太會變 還是會想繼續了解同一個人 我覺得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 你不想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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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抓着我 我们就快速移动 但是尽量不要摔倒 他们怎么走这么远 怎么还我进你后退 我躲你后面 没打到 球权 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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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了衣服 好厉害 交换球权 交换球权 我就跟着你跑了 对 把握住的衣服 一次一次机会 小心 OK 有问题太快 打我脸就行 看下火了